银三性侵五名比丘尼,女信徒,求行二十年 台中地决署侦办圣伦法师杨赞如猥胁案 认定他至少性侵五名比丘尼和女信徒 昨天以妨碍性资组罪起诉,求行二十年 六十二岁的圣伦法师是台中圣德强势创办人 从十一年前起,他假结双修,蛊惑比丘尼和女信徒 对受害的女信徒强暴、强吻和习凶 旁边还有比丘尼侧拍,他曾向女信徒下跪 想赔钱和解,但被害人坚持提告 检井调查发现,一楼茶道教室内 竟有和墙面同色的私密电梯,直达三楼圣伦的房间 这个近二十平的卧房,包有一张双人大床 书柜里还有二十本如何达到性高潮和双修的书籍 检方事后发现,有比丘尼打算销毁两代光碟及情书等证物 认定陈利林等四名比丘尼 不但帮圣龙物色对象,在旁协助拍摄 事后还帮忙销毁政务 多数帮助范,一并起诉 邓新闻,台中报道